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菲律宾的经济成长率居东协之冠 但还有个数据也居冠 但却因此拉大了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 那就是生育率 亚洲之冠比印度印尼都来得高 一个家庭平均生育3.4个孩子 造就了1亿700万人的人口数 只是许多孩子一出生 就面临医疗资源不均的命运 尤其整个菲律宾的岛屿 多达7000多座 医疗资源难以平均分配 交通往返费远比医疗费还要多 穷人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不容易了 更遑论就医看病 生病了就到药局直接买成要吃 导致贫与病紧紧相随 我们的采访团队来到了菲律宾 带你体验贫病民众 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 非依不可的心有多急迫 婴儿室里宝宝圆嘟嘟的脸庞加上小嘴 不一样相当可爱 如果再来几个逗趣的表情 亲友们看到几乎都快融化了 因为这些小宝贝都是父母亲最珍贵的礼物 同一家医院同样是新生儿 却有不同待遇 病房完全没有空调 狭小空间挤了将近十床病人 病床还斑驳生锈 小女婴小小的身躯不断冒汗 原本只是一般感冒 却没有前就医 小病拖成大病并发肺炎 有医护照料外 看病住院都免费 这是医院的慈善部 专门为领友低收证明的人家设立 Philippine政府规定 每家私立医院都要有这个部门 服务穷区民众 当然包含生产在内 否则 由怀孕开始的各项开销 并非所有家庭都不断得起 在加上生产费用 公立医院六千到一万非币 私立医院约在一万八左右 尤其菲律宾出生率居高不下 接近千分之二十五 长期居亚洲之冠 高于印尼的二十点六 更是新加坡的三倍 台湾的二十四倍 人口快速增加 成为当地经济的沉重负担 就怕越生越穷 2012年菲律宾通过 生育健康及人口发展法 推行家庭计划 不过依旧敌不过天主教 坚决反对的态度 台湾谚语说 说明分娩 对产妇所构成的 健康风险相当大 小房间里 接近植物人状态的雪莉 生第三胎的时候 血崩大出血 还发生医疗纠纷 偏偏或不担心 杰佛瑞不但很难找回 健康又活泼的妻子 还欠下 一百万非币的医疗费用 更因为要照料妻子 饭碗不饱 天伦梦碎 但生活还是得过下去 同时为了偿还债务 杰佛瑞暂时帮妈妈 做便当外卖工作 也要尽全力呵护 妻子用生命换来的儿子 对于未来 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了 医疗资源不平等 还包含年长者 走进蜿蜒又黑暗的小巷弄 我们拜访马里拉郊区 这户三代同堂家庭 侠瑟芬 六十一岁 今年又生格当祖母 一家将近十口 全挤在狭小的违章建筑 经济相当拮据 最怕的就是生病 得花钱看医生 除了一诊 因为年满六十岁 乔社分想有当地多项老人福利 凭着一张卡 看病 买药都有优惠 有时候 甚至连家人的份 也一并带回家 虽然是一项利多 但菲律宾却不是养老天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菲律宾民众的平均寿命是68.55岁 即便比20年前增加了10岁 不过依旧是全亚洲最短命 在这个贫穷差距大的国度 医疗资源也分配不均 导致贫与病紧紧相医 也阻碍人生的脚步 让穷苦人家的世界 越来越狭小 菲律宾从1960年代 就开始向国外输出护理师 近十年来 医师也开始受到国外高薪工作吸引 大量的医师与护理师外流 让菲律宾的医疗体系 出现严重危机 台湾某些科别有医疗人才慌 菲律宾也一样 只是科别不同 内科外科小额科人数都很多 反而是缺眼科医师 因为眼科需要的设备都很昂贵 很少医学生愿意投入眼科 却菲律宾只有一千多位眼科医师 菲律宾的医疗采医药分业制度 看病和买药各自要支付一笔钱 并非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相较于台湾满街的私人诊所 菲律宾的诊所却是设在大型卖场 因为人潮就是前潮 私人医院也开放诊间 出租给各科医师 接下来的报道带你了解 菲律宾的医疗制度 以及不得不面对的人才外流危机 大型购物中心 菲律宾民众的生活重心之一 整体消费占国内GDP的七成一 人潮就是前潮 房地产买卖不用样品屋 卖场里设一个摊位 就能直接销售 像这股前潮靠拢 最近十多年来 医疗机构也纷纷抢食这块大饼 每个医院现在有自己的 多个医院的医院 所以在人们在 有更多医院 所以现在有更多医院 医院现在 在一个医院的医院 在菲律宾的地方 我们在菲律宾的地方 没有人生的医生 没有人生 不仅有口碑 资深牙医也有女儿当接班人 但这种独立的医疗诊所 在当地已经越来越少见 在我们摆的六十年代 我毕业过 那时候留险国人 自己去医院 他没有去病房去医院 这个去病房 最近十几年来 很多人要去病房去医院 因为如果自己去医院 是比人家更方便 像在福岛的 大家来医院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心理 牙医院不需要去病房吧 来到医院 同一科的看诊科别 没有在同一个领域 看起来就像一间间的出租公寓 原因是 菲律宾私人医院都开放诊间 给各科医师承租 院方在依契约方式 向医师收取租金 我们是美国的医院 我们想在大病病房 我们训练 训练 要大病病房 因为我们去改革医院 很幸福 探索 就是National Field Health 还有 有一个在巴拉 Field Health 如果在病房 才会巴拉 要缴交的租金高 让私人开业医师 也不得不拉高费用 每位医师收费不等 通常从400费币起跳 等于是 当地居民一天的基本工资 除非 有相当的经济能力 一般人不会轻易到 私人医院求诊 我可以在医院里面 因为没有症状 我更加清晰 我更加清晰 我也会 因为医院的医院 我们是在医院 我们有医院的医院 我们有医院的医院 医院就在医院 从医院医院 到医院医院 所以我们在医院 到医院去 您先帮忙 您别再帮忙 也因为菲律宾采取医药分业 看病后 病外还要拿着药单到药局买药 药费从几块钱到几千块不等 如果不小心生病了 当地民众就得花两笔钱 于是街道大小药局林立 甚至隔了几条街 就有连锁药妆店 就是看准部分民众生了病 会自己买成药吃 小小药局简直是平民的健康招护站 像这位妈妈 孩子小感冒 只吃药局买来的成药 省下一笔看病费 民众的窘境 政府似乎意识到了 1999年开始 持续推动健保机构改革方案 希望达到全民医疗照护 担心难度却不小 第一个第一个目标的目标的目标是 小岛多 医疗资源难以深入每个角落 菲律宾政府在医疗费用的支出投入也不多 只占GDP的3% 落后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 在这个人口破译的国度 即便被世界银行看好 到了2017年 会成为亚太第十二大经济体 第九大药品市场 只是内部问题如果没有改善 恐怕很难达成目标 医疗人才荒也是菲律宾伤脑筋的问题之一 根据统计 全国是有医学系的大学有42所 每年有将近三千位的医学生毕业 考上医师证照的又有2700人 但跟台湾一样 大家都宁愿选择热门又容易赚钱的科别职业 三个大功能是 医学生毕业 的44业 医学生毕业 医学生毕业 我认为串息业 医学生毕业 在我们国家 有不少1千医学生的医学生 因為工具價值很高 所以在菲律賓上的工具 或折腦科技術 很貴重 眼科醫師有多搶手 數據會說話 全菲律賓只有1400位的眼科醫師 卻得服務一億人口 等於一位醫師要看7萬的病患 國內醫師補不齊 國外還祭出了高薪挖角 最近幾年 已經有6000多位醫師遠赴外國服務 再加上1960年代起 菲律賓也不斷向外輸出護理師 到美國 歐洲以及中東等國 形成惡性循環 白色巨塔依舊宏偉壯觀 但快速流失的醫護人才 卻是當地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嚴肅問題 貧困的生活 讓許多菲律賓民眾 有病卻不敢求醫 醫療照護是急需的難題 所以此季菲律賓分會 在1995年舉辦了第一次的疫診 疫診團就如同一座行動醫院 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 疫診足跡遍布菲律賓的大小島嶼 2007年更成立了疫診中心 以疫診的方式給予最直接的幫助 為貧苦居民疫診也進行各項手術 疫診中心今年更設置了 專門的眼科中心 即將在這個月正式營運 新進的眼科手術設備 未來病患們在這裡接受手術後 又有機會再重現光明 來自初六歲多的雙胞胎玫瑰姐妹 兩雙大大眼睛像極了媽媽艾蜜莉 由於與兩個獨立又活潑的個體 剛出生時姐妹倆卻是這個樣子 雙胞胎女嬰 臀部相連範圍有36公分 是艾蜜莉的第三胎 難以言語的苦惱掩蓋了迎接新生命的喜悅 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 艾蜜莉向菲律賓慈人求援 經過醫療評估 也為女兒尋求分割的希望 她鼓起勇氣來到台灣 2010年6月 玫瑰姐妹在花蓮慈慈醫院順利分割 六年後 她們和其他兩隊曾經也是聯體音姐妹 特地出席馬尼拉的慈濟仁醫論壇 告訴大家她們都健康成長 我們在台灣的台灣 來自台灣的醫療團隊也趁著到菲律賓的機會檢查姐妹倆手術後的傷口 男子脖子後方大大的脂肪瘤長期是身體沈重的負擔也嚴重影響外觀 還好有醫療 終於可以和麻煩說分手 每次慈濟菲律賓分會辦醫診 總是會發現許多病人 帶著長了是多年的大腫瘤 或是甲狀腺腫大來動手術 操刀的外科醫師魯瑋丁 從以後 父親就嘱咐她不能向病患收錢 阿爸啊 亭娃娃阿 當 Dad 往生回送匯匯是舌頭 只要聲岩 因為沒有錢人去找醫生 所以我們的爸爸 非常提高人進行幫助帶沒有錢 所以 他等我讀醫生的時段 他跟我說 應該是幫助帶沒有錢人 不像台湾谚语说的 想要致富 带去带边 带离奏仪先 身为一个职业医师 没有为他带来财富 反而赚到满满的欢喜 就像母鸡戴小鸡一样 资深引领心境 内科医师许秀凤 每回一诊都主动报名 两年多来不曾缺席 菲律宾人议会 从1995年4月起下乡议诊 十多年来 议诊规模逐渐庞大 每年至少服务上千名病患 医师阵容和医疗器材 也越来越齐全 宛如一个行动医院 常常排队人潮 因为D&D民众都知道 给人医会看病 不收钱 还有保障 还有我们给的药也是最充分的 还有如果我们在今天不能做的呢 我们还会以后还会处理 带他们到医院去开刀 很多民众手里捧着各式礼物 有自家种的蔬菜 特地买来的鲜花水果 都是要送给人医会医师 过去他们都是在马尼拉 慈激疫诊中心 接受过眼科手术 或是牙科治疗 在菲律宾职业园区的疫诊中心 成立于2007年 专门为穷苦民众设立 每个生命都珍贵 尽力换取病患健康 实际疫诊中心 替乡亲解决数疾 在这里 任职的菲律宾籍护理师 全看在眼里 在菲律宾的疫诊中心 在过不久 专业的眼科疫诊中心 即将竣工 里头拥有先进的眼科手术设备 期盼继续扭转穷苦病患的命运 让生命不再有缺陷 在菲律宾的疫诊现场 民众一定早早的就来排队 殷切的等待着 他们求医的问题不少是白内脏 唇恶劣这些症状都不会引起 立即的生命危险 但却会为病患带来一辈子的折磨 其实只需要简单的手术 就可以解决病患的痛苦 甚至就此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当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时 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的呢 大一特索周报 每周与您一起发掘新闻的事实 体现新闻的价值 我们下周见